小孩子并不只是需要明白被掳的危险 还有防范的概念 我们更需要透过实际的模拟还有演练 让小孩明白被掳的时候应该怎么反应 Alvin 我觉得Playground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毕竟把他们关在家里面也不是一个办法 应该让他们出来多玩 然后多认识一些新的事物 可是很多情况其实都会发生在Playground一带 然后爸爸妈妈 尤其是大妈的爸爸妈妈 其实还蛮长就会带小朋友们去到Playground玩的 有什么可以就是注意一下的 当父母亲带小朋友出去Playground玩的时候 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 当父母亲把小孩子放在Playground 他跟小朋友说 你去那边玩吧 爸爸在这里看电话 那个时候他就有舒服的时候了 所以爸爸妈妈必须要做提醒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玩的时候 要看看爸爸妈妈在哪里 一定要看得到爸爸妈妈的 第二就是你要在那个地方玩 要肯定爸爸妈妈是看得到你们的 比如说当这个小朋友在一个Point A在玩的时候 他想跑去Point B的时候 他要回来跟父母亲做交代 对 爸爸我要去那边玩 爸爸讲好 就同一时间爸爸会观察一下 整个环境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 当然我们还要提醒孩子说 当有任何陌生人来靠近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第一个事情就要保持距离 然后有礼貌的去拒绝 一定是拒绝 不能去跟他走 不能去拿他任何东西 然后马上回来做报告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要求小朋友帮忙 也是要先拒绝他 回来跟爸爸讲 爸爸会去帮忙他 对 真的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必须要去关注给小朋友 真的 因为虽然讲说可能你要放手孩子才有机会成长 可是我觉得那个放手并不是一百八仙给他们自由 就是可能你还是要必须确定 虽然可能我让你去 但我还是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这样子 所以呢像Playground这种地方 大家都要很注意 就除了要跟小朋友们沟通好 就是一定要确保什么事情都要跟爸爸妈妈交代之余呢 爸爸妈妈自己也要稍比较上心一点 就是你看手机啊 还是看书 看报纸的时候呢 也要必须要保持那个警惕性 对